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城市 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位 都总有机会使用英文和客人或同时沟通 要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之中特围而出 有效而且准确地运用英语的能力 就变得不可缺少了 今集的嘉宾是香港公开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 刘依奇博士 他会为我们讲解一些在工作场所之中 常见的语法错误 并且会介绍英识和美识英语 在用词和串法上的分别 今天其实大家来到都想知道一下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business world 其实我们在这个工作场合里面 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沟通 各位如果是同学的话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我们现在都未毕业 为什么这么快要学这个关于business communication呢 我相信第一方面可能大家英文科都有一个 就是work place english的选择单元 另外一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如果大家去一些消费的场合的时候 他们十分之注重培训前线员工的中英文的沟通能力 即是他们所讲的东西 他们所写的东西是有非常清晰的指引 所以在这个工作场合里面 无论你是做前线还是做管理层的时候 其实这个准确而流畅的表达是十分之重要的 但当然今天我们只有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只是会着重在几方面的 第一就是在香港的work place english里面 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小小的毛病 common errors in work place english in hong kong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讲关于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间的一些差别 其实大家在香港来说接触到的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英式的英语 British English 但其实可能大家也会看到 随着Facebook或者Twitter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美式英语的存在 但因为这两种的英语 我们不要叫它做dialect 我们叫它varieties 这两种类之间其实是有不同的地方 但重要的是不要把它混合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帮助大家 去厘清到底它们有什么特点 第三部分我们就会讲 如何写一些比较流畅的email 第一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一讲 我们会比较经常遇到的一些小小的错误 这一部分我想用一个做练习的形式 是proof reading的形式来跟大家讲 不知道你能不能指出下面句子 的一个错误呢? The union representatives did not agree with the proposed wage increase 大家觉得这个句子它到底有没有错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句子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除了一个位置就是这个with 这个是preposition 这个正确的说法应该是agree to 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常常说 I agree with you 吗? 为什么是agree to呢? 因为我们通常的用法就是agree with somebody 大家要记住如果是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说agree with somebody 如果是agree to就是agree to something 如果你是同意某一样东西不是同意某一个人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agree to 其实除了这个agree with和agree to 我们还有其他的解词 就是agree on agree on a plan 或者agree on a proposal 我们也可以接一个clause就是agree that 比如说 Most wide callers nowadays would agree that Facebook is their best companion during lunch time 这个就是agree的不同的用法 除了agree之外 可能大家都会有时候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 就是说你真的觉得很生气、很不开心 那到底怎么说呢? 我们其实应该用agree with someone 如果你生气某个人的时候就是with agree with someone 或者是agree with someone 或者是你想和某个人吵架 或者是争论某件事的时候就是agree with somebody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 如果关于人的时候通常都是用with的 如果说被某样东西激怒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annoyed by something 或者是angry about something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用by 是angry about 或者angry at 还有我们也说 argue with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所以通常如果是关于一样东西的时候 就是这个about 或者是by 好 第二个 having just joined the company she is junior than everybody 第二个句子 the boss in team A is superior than the one in team B 大家仔细看一看这两个句子 到底有没有一些不通信 或者你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个junior和superior后面的词是有点奇怪的 其实这个应该是junior或者superior to 记得了 因为这里我们不是比较两样东西 通常我们是比较的时候才会用到then这个字 但是如果你说你是某人的下属 或者你是某人的上级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用到superior或者inferior to 所以大家记得这个to和then的区别 其实还有一些patterns我想推介给大家的 比如说senior junior superior inferior to 比如说 spain is superior to the netherlands in world cup 2010 第二个pattern就是better或者worse than 就是用到比较级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 就是用then的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etherlands is worse than that of spain in world cup 2010 这个就是to和then的用法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了 either the boy or his friends has taken the watch 第二个句子 neither the girl nor her classmate is using the badminton court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个句子有点问题呢?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第一个句子 你会见到这个has 其实是有少少问题的 第二个句子里面这个是is 那到底有对不对呢? 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正确的说法我们应该是 either the boy or his friends have taken the watch 为何是have而不是has呢? 明明是二选一 那难道应该是复数中数? 不是的 因为在这个动词前面是一个pronoun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 the verb agrees with its nearest subject 就是其实我们要跟着前面最近最近的subject 的pronoun 或者singular 来决定你这个动词是pronoun 同样道理 neither the girl nor her classmates is using the badminton court 那你都见到这道classmate 是一个pronoun 所以我们不是应该用is 而是应该用阿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subject verb agreement 那大家又看看这个句子 那这个时候到底用is 还是用阿呢? both the boy and the girl 到底是is 还是are tutored by the teacher 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看看答案 其实答案应该是阿的 咦? 刚才不是说过 说是最近的吗? 但是呢 有一个条件 我们刚才说的是 either or 或者是neither nor 这种的句式 但是在这个both end的时候 因为其实它的意思已经是a加b 因为一个男生加一个女生 很明显已经是一个pronoun 即是they 如果你用they t-h-e-y they 来到代替前面 这一部分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即是both the girl and the boy 其实你可以说they 是不是? 所以这里是用they are tutored by the teacher 好 那来到第四部分 我们再看一看以下的句子 Peter is intelligent but his younger brother stupid hmmm Mary is a smart girl but her two younger sisters stupid hmmm 到底这两个句子有正不正确呢? 其实第一个句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正确的 但第二个句子就有少少问题了 问题就是 其实第一个句子 它是完全省略了 这个is 为什么? 因为其实Peter 和his younger brother 都可以说是he 其实他们都是用is 这个动词的 但如果在下面 Mary is a smart girl but her two younger sisters are stupid 因为其实Mary 就是一个she 是一个third person singular pronoun 但是如果 her two younger sisters 是一个pro的pronoun 是一个they 所以这两个动词是不一样的 是不可以省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够麻烦一点 Mary is a smart girl but her two younger sisters are stupid 我们只能够写一个完整的句子 才能够达到这个语法正确的 好 我们看下面的一组句子 the three colleagues always tell their own love stories to each other 第二个句子了 the two receptionists have not talked to each other since last month 是不是关这个three colleagues 和each other的事呢? 其实呢 第一个句子是有少少问题的 而第二个句子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里就涉及到 我们可能经常会出现的 关于这个each other 或者one another 这种的用法 其实呢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其实讲到each other的时候 我们通常只是在两个人之间 比如说他们其实互相欣赏对方 或者互相喜欢对方 they like each other 因为我们讲两个人 他们两个互相欣赏 the two persons like each other 是each other的 因为只是两个 但如果涉及到多个两个人的时候 不好意思了 这个时候就要用one another 所以正确的说法 就应该是 the three colleagues always tell their own love stories to one another one another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给多一些有用的提示给大家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一些代词的那些 单数和重数的情况 比如说anyone, anybody, none, noone, nobody 他们全部都是singular 比如说anyone is welcome so anyone may visit the office when they like no one likes to leave a place that they have fallen of 大家注意了 虽然我们都是讲 任何一个人或者没有人 其实他们用到动词的时候 都是用单数的 这个someone和somebody 同样他们都是单数的 someone has forgotten to turn off the light he or she should be more careful 大家都要 more careful 好 跟住这个neither 或者是either neither和either都是指两个人的 比如说 there are two new engineerings reporting duty today but I have met neither of them I have not met either of them I have not met either of them 所以如果是两个的时候 我们要用neither 或者either 但是如果涉及到多个两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记得了 就要拎下自己的耳朵了 这个是none 或者是any there are three new solicitors coming to work today but I have met none of them 是none of them 不是neither of them I have not met any of them 而不是I have not met either of them 好 接下来 大家看看以下的两个句子有没有问题 His car suffered a lot of damages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developments in the city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原因就是出在这个s那里了 其实这两个名词 他们是数不数得到的 数不到的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就只能够用damage 不是damages 通常来说 同样道理也是 其实我们通常 development 它是一个uncountable noun 但是如果你说development 你真是要将它变成了一个countable 是一个proved form的时候 它是说一个新的某个事件 比如说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development in the city 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成长 或者是一个发展 但是如果你说 其实有一些新的事件 是能够促进得到这个成长和发展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proved form we will keep you informed of the development 即是说这些新发展的事 我们会告诉你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countable 一个proved form 但是通常来说 我们这个development 都是uncountable的 好了 这个时候我就要提提这个work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 work 如果是一个做事的时候 都是uncountable的 但是是不是整天都是uncountable呢 答案就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在东话 是某一个作品 某一本书 某一本文章 某一个诗篇的时候 如果你用作品 这个意思就是countable的 我们通常会说works 但是呢 如果你是说 其实某一份工 this work is really hard 你这份工真的很难受 这个时候就是uncountable 好了 同样道理这个paper 其实很多时候呢 可能老师 或者朋友 或者同学 都会告诉你 这个紙 paper 是uncountable的 数不到的 但是什么时候 会数得到呢 就是说它是一些 比喻 纸文件 或者examination papers 或者是newspaper的时候 就是说上面已经有实质性的内容 而不是指 它是一些 指的这种物质的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数到的 那延伸到去 有一个字呢 我就真的很忍不住 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stuff 其实呢 大家可能在一些告示 或者是一些email 或者是一些报章杂志 都会常常看到这个字stuff 到底他们的使用状况 是不是整天都是这么正确呢 我们看看下面的两个句子 Peter has been a staff here since 2005 Five staff have been fired 这两个句子到底对不对呢 大家觉得 不对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collective noun 没错了 collective noun 其实是非常之特别的 当我们用这个stuff staff的时候 已经是指一群的故员 如果正确的说法 就应该是 Peter has been a staff member 是的 a staff member 才是指一位故员 但当你说staff的时候 已经是一群人了 collective noun 所以如果你说staffs 2staff的时候 就是说是一间公司的员工 和另一个机构的员工 合在一起说 好了 这里同样道理 5staffs have been fired 如果从语法上说 没问题的 那我可以说 5个公司的员工都被人炒了 是 语法没错 但不是我们原来的意思呢 所以我们就应该说 5staff members have been fired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看以下两个句子 第一个就是说 我真的很想去个party 对不对 大家可能读书都很累的时候 或者去到大学 有时候觉得做功课都做得很累了 不如我们参加一下聚会 I wish I can go to the party 这个有没有问题呢 第二个 I hope I can go to the party 两个句子都是说 我想去party 轻松一下 但到底他们说得对不对 第一个句子其实有点问题 第二个句子反而没有什么问题 到底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英文里面 wish和hope是有分别的 在中文我们说 希望如果这样就好了 希望是这样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在英文里面 这个wish 它是有少少negative的含义的 就是你希望的那样东西 其实是很难达成的时候 你才会用到wish 就是可能性是少少低的 但是hope呢 hope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都很大可能性会实现的 所以如果你说到一些 其实都不可能实现了 可能是空中流角的东西 那你就应该用到一个叫做虚拟的语气 英文就叫做subjunctive mood 其实subjunctive mood 就是把它移前一个tense 比如说 I wish I wish 其实是现在我希望 所以移前一个 就变成了past tense I wish I could go to the party 那这个hope呢 hope其实是说一些可能性很大的情况 所以都是用回正常的语气 所以就是I hope I can go to the party 好了 这个了 如果你说的是过去的事情 因为刚才我们说是移前 那如果是过去呢 我希望我过去去了那个party就好 早知道就去那个party 是不是 那应该是I wish I had gone to the party 所以应该是移前一个tense 好了 第八个 第八组呢 我们想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关于sometime sometime 第一个sometime 中间是没有space的 第二个是有一个space 第三个呢 他们黏起来还加了s 那到底应该怎样选呢 Let's have dinner together 是什么next week呢 I'm afraid it will take 什么 to repair your car I went skiing when I lived in Germany 那第一个应该是 没错了 是红色的 Let's have dinner together sometime next week 那如果红色的这个sometime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某事的意思 那下面一个呢 I'm afraid it will take some 是绿色的 没错了 绿色 它表示一段的时间 好了 那些时候我想大家都可能比较清楚了 就是说有时会做某样东西 所以大家记住了 有时候千万特别打字的时候 我想其实大家不是说不清楚 那个sometime和sometime的区别 只不过打字可能有时候快了一点 按了多一个space 所以大家可能写文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用到email去写东西 或者大家是用WhatsApp打字 或者是Facebook message等等 用一些social media 或者email的时候 大家要记得你有没有 查一下 那个sometime有没有space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这里各自都有一个问题 大家看看找不找到 好 Masterpieces by Annie Tamui and Leslie Zhang are all-time classical 他们的那些歌曲真的非常非常经典 The economic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is still groomed 香港的经济都好像不太妥 到底这两个句子有没有问题呢 第一个句子 其实大家要厘清一下 关于这个classic 和classical之间的不同 如果classical classical的意思 通常都是说一些 关于这个古代的 比如说是Asian Greece 或者是Rome 的一些艺术 但是如果你说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好的质素 其实它经典是因为它的好的质素 那就应该用classic的 第二个比较相近 第二组比较相近的字 economical和economic economical通常是指人 他是比较沽寒的意思 他是比较喜欢省钱 或者是沽寒的 economic通常是关于经济的东西 economic 所以刚才的句子 应该是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Hong Kong 比较相近 还有两组的adjectives 第一组就是historical 第二个就是historical historic其实就是说 其实这件事在历史上 有十分之重要的历史意义 就是historic 比如说 We are gathered here for a historic moment the grand opening of our new office 第二个呢 如果你说其实是一个历史人物 应该是a real historical figure 而不是historic figure 同样了 我也想提醒大家 关于continuous和continuous 其实这个continuous 它是指一些东西永远不会停下 continuous continuous 比如说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makes everybody excited 另一方面continuous 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东西 它就不停的 但是有少少不好的地方 She has endured a lot of continual harassment in the office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continuous 有少少 negative的含义 and here's a girl 那这两个句子 它们很相似 到底有没有意思上的差别呢 第二组 I remember mailing the parcel to the client I remember to mail the parcel to the client 大家觉得这两组句子的意思 有没有一些差别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用这个gern 即ing的形式的时候 通常就是指某一些已经做了 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 I remember mailing the parcel to the client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是记得做了这件事 我完全做了这件事 我记得做了 同样的道理 I'll never forget meeting the queen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之前是见过女王的 我永远都忘记不了 I'll never forget meeting the queen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当它用to infinitive的时候 其实这一样东西就是未做的 I remember to mail the parcel to the client 这个时候 其实在他remember的这个瞬间 其实他是未记的 他是未记这个 parcel 他只不过说 现在我记起了 我要做了 I forgot to buy the soul 我不记得了做 其实to infinitive 通常都是指是未来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记得 这个ing durance 和to infinitive之间不同的意思 来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关于这个英式英语 和美式英语之间的区别 因为大家通常可能 在听不同人分享的时候 或者大家看一些书的时候 其实现在是有不同角色的一些作者 通常那个拼写 大家都知道有些不同 大家都可能学过 他们之间 比如说发音 都有些些不同 到底有些什么不同 可能大家都知道 但今天我想在这里 和大家归纳一下 和美式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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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美式英语 是 counterclockwise counterclockwise 在这些中文中 在这些中文中 在美式英语 我们会说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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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close, very close, actually it is restroom, restroom, yes restroom. And how about, yeah, when you go out, you would like to give a treat to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Maidan, okay, Maidan. So the bill, in British English we would say the bill, and in American English we tend to say check. And how about the place where we park our cars? So in American English we would say parking lot, okay, parking lot. But this is car park in Britain. Okay, so car park versus parking lot. How about this sign, how about this sign? So the British English is take, right, take. How about American English? What is the American English equivalent to take? I can hear the word from the audience. Yes, it should be check, check, okay. How about the place where we hang out and see a movie? Cinema, yes, cinema versus movie theater. Very good. Now in terms of the baby stuff, we will say baby accessories in both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Okay, and in terms of the baby bed, okay, the bed for the toddlers and the young babies, the British version is cot and the American version is crib, okay. And for the neppy, in American English it should be diaper, okay, diaper versus neppy. And for the prim, it is a prim in British English but it is a baby carriage in American English. And for the dummy, in British English it is a pacifier, a pacifier in American English. Why? Because actually pacifier means to soothe, okay, make you feel comfortable, soothe, to soothe somebody, right. So a pacifier is an item that can soothe the baby. So pacifier instead of dummy. But of course, in both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dummy can refer to, for example, the fake model, the fake model person to showcase the clothes, okay. What are the only things that we call this, okay, the female model, okay, that model, the female model, okay, we call this dummy, okay, also dummy. Okay, okay. Okay, biscuit. Now, if I'm gonna ask this Jellyfish, I'm gonna ask this for you. But in other languages, we also call Cracker. Now, I will think, this is drawing pin, and thumbtack. This is what mean, in German? It's what is drawing pin. This is drawing pin. This is that is the part of a tape, 这是图钉来的 就是大家的松木板按下去 可以钉一些 notice 或者钉一些画像的那些 那些图钉 只是图钉 好了 货车 货车其实英式英文就叫Lorry 美式英文是Truck 如果是升降机Lift 美式的英文是Elevator 非常之好 行人路 行人路英式的英文就是Pavement 如果是美式英文是Sidewalk 去到加薪 我想香港很多人都想要的 这个是加薪 美式英文就是Pay Race 但其实英式英文都差不太远 Pay Rise 大家再看下面一组 车头玻璃 可能有开车的童工都会非常关心 这个车头玻璃 如果大家在美国自驾游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是指Wind Shield Holiday Holiday vs Vacation Vacation 寄送的这个动作 如果是英式英文就是Post 但是如果是美式英文 比如说你是对着你美国的朋友 要寄一些东西给你 或者你有些Pen Friend Pen Power 或者你在美国游学的时候 记得是Mail 还有炒鱿鱼 谁都不想 但是英式英文就是Sack 好 我们通常都会记得这个Fire 因为在Donald Trump 未做总统之前 大家有没有看过 Apprentice 大家记不记得 Apprentice 那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 那时候我经常看 Apprentice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记得 因为我不是读Business出身的 但是他说You're Fired 这句话就真的很印象深刻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只记得You're Fired 大家记得还有一个Sack 这个字 好了 避免恶运 我们通常说到一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 都会摸着木的东西 Touch wood Touch wood 其实在美国我们都应该有人明白 但是他们都会说Not on wood 其实差不多意思 大字不过动词不同了 好了 In terms of the spelling I think you have pay attention to this dimension quite a lot because when you type in Microsoft Word they will often underline a lot of spelling that you think you have done correctly So what is wrong with it? Actually this is onl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spelling Now let's look at some of the features Usually in British English We tend to be a little bit longer So we will have O-U-R OK? Behaviour So colour O-U-R Remember it's always O-U-R But the Americans I think they tend to opt for something simpler So you will have O-R instead of O-U-R OK? Behaviour Colour Well the pronunciation Here The same But the spelling is different OK? Humour OK? O-R instead of O-U-R And check It's Q-U-E In British English But C-K OK? And doughnut OK? They are different And also I think another big difference Lines in R-E R rather than E-R OK? So centre In British English It should be C-E-N-T-R-E But in American English Remember it is C-E-N-T-E-R OK? And in British English We often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noun and the verb Although their pronunciations are very similar For example Advice 大家记得如果说建议的名词的时候 Advice 是一个称的音来的Advice OK?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verb的时候 即是动词的时候 是Advise Advise 是有少少不同的 其实它是一个 要加少少用力去发的 一个consonant Advise OK? 但是在美式英文里面 其实都是用同一个词 同一个字 去表达它的名词和动词 好了 大家可能都很喜欢吃的东西 Omelet OK? Omelet 大家记得 在英式英文里面 就会长一点 就会变成O-M-E-L-E-T-T-E Omelet 但是在美式英文 就是O-M-E-L-E-T 非常之简单 前一个其他比较 也是 绩5 af Water 也что 用加坠 其他比较 有一句 总的 劉博士会继续为我们介绍英式和美式英语 在发音上的差异 还会为我们讲解 赞设英文电子邮件的技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